动物们是一个鼻子的暧昧才进行后退 还是为了脚背才表现出亲密的暧昧 但是所有的过程都是一个目的 生儿育女 伴侣后代 只要是生物都会进行伴侣自己后代的活动 在这深海中 生存着千姿百态的动物 但是人们对它们的管制活动知之甚少 这种动物不是蟹也不是罗 叫蟹罗 背着好像被田螺丢弃的贝盒 这种奇怪的动物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产下后代呢 到了繁殖季节 雌雄蟹罗们聚集在一起 相互摩擦 转来转去 穿着如此静静的外衣 再如何折腾 还是硬朋友 也许它们之间也会产生肌肤之轻呢 一对蟹罗 一对蟹罗对坐在一起 用眼睛和触角眉目传情 不管三七二十一 雄蟹罗先把身上的硬壳脱掉 裸体趴了出来 将雄蟹罗勾引出来的磁蟹罗 也许觉得雄蟹的裸体太难入目 还是羞于自己的身体被它看到 躲进了硬壳中 事情变得真尴尬 雄蟹罗健壮 便强硬地将雌蟹罗的外衣脱去 但是用蛮力是哄不出蟹罗的 6番唱 manufacturer的 词一次 可怹长 继 fir GROUP 2 5番 2 2 3 这时熊蟹螺用螺体和触角诱惑磁蟹螺 你也别怕丑 快点脱衣服吧 这种恋爱活动中 可是温柔的爱福 比玩家更新鲜 无法抗拒熊蟹螺的柔情密意 磁蟹螺也终于脱去了外衣 脱掉了脱掉了 旁边还有观众呢 这位旁观者都看得坐立不安了 还有第三者想插足 此时一对螺体搂抱着的蟹螺 兴奋的根本顾不上第三者 蟹螺和行兽不同 连可抓之处都难找 因此只能相互摩擦身体 因积极的摩擦反射 带来的极度兴奋 雄蟹螺将金叶射入了磁蟹螺的蛋囊中 斑点鱼在旁边也为着精彩的一幕鼓掌 被叫做海底蟹蟹螺的小虾 也好像在跟着进行交配的动作 海底动物如此之多 在繁殖季节真是热热闹闹 甜甜蜜蜜 蟹螺好像怕羞 感觉到了脸红 急忙爬进了硬壳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